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用 难道你就甘心 我听说人要是死不瞑目 魂魄就容易在尸体附近游到 总不能安心去投胎 咱们根本不该来这趟 就这样 又少了一个人 魂魯一直跟在后面 或许早在树林子里的时候 咱们就被盯上了 二哥也说不能再回去 好容易逃了出来 几个人都累得不行 恨不得直接趴在地上 看到那两间屋子怎么过去敲门 没人应 骨仓的门倒是一推就开了 当时也顾不得其他 进去就坐了下来 谁能想到 大哥 二哥 咱们什么时候进城 我这心里 总觉得人多了才踏实 坐一会儿就走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谁 请几位告诉我 这块木牌上的图案 你们从何得来 阁下何人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不要想着耍花招 是 是我从家传手稿上看来的 这个人想偷偷跑掉 物赵你都不管吗 跑不掉的 你又何必急于一时 谁让他们用脏手碰我的梳子 我心里一直憋着气 这些人统统该死 慢着 我的话还没问完 那你先问 你说 这个图案来自于家传手稿 你叫什么名字 怀敬 你家先祖可有一位名为怀兮 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怀兮根本没有娶妻生子 哪里来的后人 怀兮有位兄长 从西陵千居有雄 同夫人育有三子 何况她身上的无知血 虽然已经稀薄的形同不存 但仍然可以感觉得到 长得一点也不像 连怀兮一半的好看都没有 狗活的西陵人 不是更该死 不必 既然这样 就先饶了她吧 另一个 我来杀掉 别 请你们放过我二弟 二弟 他也是怀家人 他 他是我爹娘的养子 我的义弟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就跟亲兄弟一样 救救你们放过他吧 大人饶命 我绝对不敢再冒犯了 起来 你们两个 仔细说一说这人间的事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这个人怎么还没死 刚醒过来 手脚就是不好用 后来 那怪物就把我 把我 你走吧 要是有机会 我帮你报仇 下辈子投胎 做点好事 这 他的意思是 墓里的死人活过来了 是吗 真有死后重生这样的事 不都只是吓唬人的吗 不管怎样 我们得尽快去附近的城镇 通知官府 请他们贴出告示 令民众加倍小心 事不宜迟 走 乌赵 这个名字 我曾经听过 这人是谁 静云的朋友 也是 被他斩首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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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二弟啊 他跪下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他表情吗 表情是愤怒的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 我那个兄弟死掉也蛮可怜的 如果他不跑 他不逃手的话 可能 可能不会死 可能啊 好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跳上去哦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东西要拿 对吗 我记得 哎有了有 我怎么跳 然后来我顾不去了 哎 红雷 主人 我先藏起来了 那不是颜兄吗 正好 师兄的朋友 他是杨萍的捕头 报告之事我与他说一声 你们先去客栈投诉好了 好 要三间上访 好嘞 这就去给您准备 北洛 您也睡不着吗 我一躺下 就觉得脑子里塞满了东西 还在想古墓的事 是 也不是 没想到有一天 能碰上这样的奇遇 虽然误入了别人的墓里 有些愧疚 但所见所闻 确实很让人振奋 大概就像老师说过的那样 我们看古墓 其实是想看到过去 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这次回去 我真的有好多话 要和学会里的人讲 我 我不该只顾着说自己的 你当初 怎么会对这些有兴趣 也没怎么 从小就喜欢想东想西吧 一开始只是想想眼前的 后来长大了 就想出去看看更多的人和事 不只是街坊邻里 也不只是我住过的城 许多东西 书本上不一定会有 我要亲眼去瞧一瞧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这样有些奇怪吧 哪里奇怪 挺好的 我也喜欢好看的衣服 漂亮的首饰 可我更喜欢和老师 师兄他们待在一块 一起跑东跑西 就算弄得脏兮兮的 也无所谓 老师常说 不同的人看历史 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所以绝对不能尽信书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 我觉得大概是浩大的时光和梦想 怎么说 你可别笑 其实以我的见识 还不能很好地达上来 至少要再等二十年吧 只不过在我心里 也会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想法 我又不是你老师 私底下说说 哪要顾及那么多 要是老师在场 我可不敢随便说 怕被他教训管中亏天 你知道 除了净神拜佛 还有什么是人们特别崇拜的吗 是祖先 耕种田地 烹饪食物 制作器具 所有这些让我们活下去的记忆 都是从祖先那里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连治理国家的法子也是一样 越是知道天地之大 越是明白人之渺小 所以更会觉得祖先真是很了不起 当然 那个时候 一定也有我们不知道的辉煌吧 很多都已经被埋没了 每一个千年 确实是了不起 所以 你们想要重现那些 做不到的 永远都不能知道 真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只是尽可能地 寻找一点点痕迹 北洛 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的人抬起头来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也是同一片星空吗 必会贴出告示 不知城外遇害之人 可会予以安葬 这是一定 先告辞了 颜兄已去安排了 颜兄已去安排了 靳云 为什么要杀五爪 从那座墓里出来后 你似乎一直心神不宁 那个时候 靳云满身是血地 来到白孟泽 一个人在水边 坐了整夜 后来他跟我说 乌赵杀了太多的人 已经疯了 倘若乌赵不死 世间必有大乱 轩元秋也将就此覆灭 当时 很多话我都是一知半解 但我也明白 看了头就是死了 靳云实在难过 他后悔了 不 他不会后悔 他定下了什么方向 便只会一往无前 也对 他都说了 鬼神皆斩 乌赵很厉害吗 不只是他一人 他所在的西陵也很强 西陵 是一族 不错 姬轩元出身有雄 他所建立的轩元秋 却并非只有有雄 而是并入了其他许多大小部族 西陵正是其中之一 这些部族 大多都还保有自己的名字 和生活习惯 有一些 并未全族迁徙之玄元秋 西陵即使在那么多的部族中 也是极为显眼的 他们的冶炼术十分出色 还有一个识人敬畏的乌之堂 传说那里的乌和其他部族凤神的乌截然不同 他们只信自己 只相信纯然的力量 而乌赵便是其中最强的一位 那我们侮辱的 就是乌赵的木了 他活了过来又能干吗 找死人报仇吗 我的确是有些心神不定 也没什么道理 反正我这个人从小到大 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最近小心着点总没错 北洛 我想起来了 你快跟我说说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静腰啊 薛元秋啊那些事情 我要是说了 你岂不是又得想得睡不着觉 你就随便说说嘛 然后我一定去睡觉 真的吗 太神奇了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 我从来走 我从来走 就算在婚离 其实是这个事 没有说关于天娘 那是这事 那么我们就知道 你走 你走 那是那时候 妈妈 咋子 早啊 嗯 好像也不糟了 你后来 睡着觉了 我是睡得有点少 但一点都不困 精神反倒特别好 说起来 师兄还没起床 是不是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诶 怎么没见那只黄金飞天鼠呢 它叫袁天氏 还在屋里睡着 再说进了氏镇 总不好随便出现 对啊 万一遇到坏人就糟了 袁天氏 氏子的氏吗 一定是吧 这名字简直太可爱了 我们今天能去拜访那位葛先生吗 哦 我刚刚问过他的随从 葛先生这几天睡着的时候特别多 通常要午后才醒来 不过大夫又说没什么大碍 多休息休息也好 那董他有空了 我再过去 嗯 对了 每回来杨平 我都会去皇帝灵拜一拜 你和云无月 你们要一起来走走吗 行啊 四位大人 我又拿了些银钱过来 您看着什么顺眼尽管买一下 嗯 如今好玩的东西 可比从前多多了 怎么了 是岑英那个丫头 那又是谁 四位大人 我听说您和鬼师要找 轩辕皇帝的后人 下次再敢偷听我们说话 我杀了你 是 不敢了 接着说 那个女的 她们岑家 据说就是皇帝后人 当真 岑家百代相传 应该不会拿这种事说小 这可有意思了 北落 我想去那边看看 有墓里的那种花 之前不太方便 都没有带一朵回来 想去就去 左右只是闲逛 嗯 出门就是会遇上 各种各样的麻烦 还是在七下的时候开心 等天路程的事了结 就可以回去了 你不留在魔狱 你不是辟邪的王吗 那又怎样 玄哥对我应该也没太多期望吧 不过是要帮天路程渡过难关 他有两个孩子 等过些年长大了 让霓裳挑个适合的继位 我嘛 等上十年二十年 总要回来人界的 我还等着给老师和师娘 养老送终呢 你这一生都不打算真正觉醒辟邪的力量了 我是一个人啊 我要那玩意儿做什么 这里不是魔狱 人界有人界的法则 你说 我是让你摔死好呢 还是让你就这么扶着 被万剑穿心 你说 我是让你摔死好呢 还是让你就这么扶着 被万剑穿心 我可不能讓你去妨礙思維大人 又是你這個小黃八蛋 好,我可以當你去妨礙思維大人 我可以去妨礙思維大人 要來點子 我可以去妨礙思維大人 我可以去妨礙思維大人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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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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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开